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最后一节的测课 刚刚提到的三个板块 包括新经济、科技股、内险的板块 和医药的板块 先谈谈新经济的板块 科技股 合分两个大类 一类是软件 一类是硬件 什么叫软件 可能包括互联网的科技 其中一个最出名的 或是大家不持有的一类 就是腾讯 很多年以来 腾讯告诉大家 无论经济的发展 无论快慢 无论股市升跌 无论是假息周期 减息周期 商品能够够够够够的情况下 腾讯本身的业务 一直都在上升 腾讯的业务 到现在的巨无霸 都稍微复杂 但大致上是两大类 因为它的收入 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广告的收入 另一方面就是来自游戏的收入 广告的收入 其实毫无疑问 和游戏的收入 都有一个正相关度 因为广告的收入 一部分都是来自游戏 贡献的广告收入 游戏本身 游戏本身仍然是处于极高增长的期间 这幅图来看 游戏由2016年到2020年 即是预计的增长 每年仍然是8.2% 这个是全球来看 全球在IMF的估计 未来几年 经济的增长 都是维持着3-3.5%之间 所以游戏的增长 很明显是高于环球的经济的增长 这个游戏里面 如果按这个区域划分 我们发觉 中国所占的比例 其实是相当之高 现在看就是 如果今年17年 占比已经超过1.4% 如果单一国家来看 似乎在这么多国家里面 是最高的 已经高过美国 预计未来几年 也会开始进一步的抛利 如果从一个游戏公司的排行榜 去看 现在就是头三位的首入公司 如果以一个收入去计 头三位的首入公司 都是跟中国公司相关 第一位就是 众所周知的 就是腾讯 第二位就是 腾讯 刚刚收购 其实也不是刚刚收购 可能之前几年收购 可以先回来 之前几年收购 之前几年收购的一间公司 叫做Supersell 彭帘第二 也是腾讯 其下公司 第三位就是 NetEase 网易 也是一间中学公司 似乎全世界 来说 游戏的增长 就优于经济的增长 而且游戏里面 中国的增长 也优于其他世界各地的增长 所以在大明镜底下 相信腾讯的增速 仍然会持续 腾讯 这个软件股 除了游戏的增速之外 另一方面 就是之前投资到 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行业 你看到今年 年尾那段时间 出现过一波炒IPO的热潮 其中一个炒得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月文 这就是腾讯之前 MMA回来的一间公司 然后养大了之后 就开始将它 独立上市 这个有助 就是提升了 这个腾讯本身 持续各种各样公司的估值 那么月文本身在腾讯里面 其实我们计计 这个腾讯的估值里面 是不会将月文 但是将它 上市之后 这方面的价值 可以参加到腾讯的价值里面 这个对腾讯的价值 可能会有一些 尖微的调升 但是今年上市的那两间 无论是腾讯也好 逆音也好 相对的比例 相对腾讯的收入 或者市值来说 占比仍然是小的 但是未来一两年 其实腾讯旗下 都仍然有很多这类型的公司 可以上市 而且尺寸更大 例如腾讯音乐 或者腾讯一些视频 或者腾讯影视那方面的公司 无论任何地方上市 都会提升到腾讯的估值 软件是这个情况 好了 硬件那方面 今年升得比较好的硬件 都是与手机零服件相关的 硬件公司 其中是镜头 或者是指纹公司 其实今年的升幅 都相当之大 刚才提及过 新欧利普 即是顺月光学 今年从30多元 最高升到150元 升幅接近四倍 其他例如世间小小 例如QTEC 由最低到最高位 大概升了10倍 但今年到11月开始 这类手机设备股 开始出现了很明显的调整 信用公学由150元 跌至100元 QTEC的调整幅度更大 到现在为止跌了一半 这就是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10月初出了个数 就是中国手机在1至11个月 即首11个月的出货量 按年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跌了差不多10% 如果单以11月计算 跌了差不多20% 即使手机的整体出货量 是出现了很明显的回调 即是很明显的下跌 这就是令到一些手机零部件 都开始出现很明显的调整 或者跌幅都很大 这个我觉得就开始分化去看了 就是如果你独立去看 每一间手机零部件 就是11月的出货量 你见到的差别其实是很大 如果是QTEC的11月出货量 其实跟10月比跌了三成 然后可能其他的手机零部件 或者在世间的手机零部件 都有可能 例如低伤位数 即10至30%之间的跌幅 所以部分手机零部件 股的厂商 其实是在11月的时候 出现了很明显的跌幅 但如果你看回信与光项 在11月的跌幅 其实也不算太大 只是跟10月比跌了3% 但按年比和去年相比 仍然升了差不多五成 所以我们来看看 究竟11月或者近下半年开始 手机的行业在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再拆分去看的时候 就发现一些中高端的手机 即是中价或者贵价手机 其实销量是没有什么放缓的 我们可以看到iPhone的销量 在这段时间是没有明显下跌的 即销量仍然是令人满意的 你从Apple的股价 也会看到这个 Apple的股价也没有什么跌到 另一方面 就是iPhone的销量 是没有明显下跌的 反而就是iPhone8的销量 会提升 可能iPhone10出了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 很多人玩完之后 发现不外如是 不如换iPhone的时候 可能会变得便宜些 iPhone8 但整体iPhone的销量 是没有因为这方面而受影响的 看看其他公司的旗舰机 例如华为的May 10 Pro 或者Samsung的Note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影响 什么的手机会受到几明显的影响呢? 就是反映一些中下价的手机 例如OPPO Vivo小米 这类牌子的中下价手机 其实销量的下降是挺厉害的 同一时间也传出很多 对于国内的手机品牌 一些挺不利的消息 关于OPPO Vivo 可能未来一年需要关闭一半的店铺 这可能跟它之前的扩张速度太快 是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你在内地走开街 或者走开一些商场的话 都看到有几夸张的情况 例如一条街 可能有8间OPPO 7间Vivo的情况 因为之前开店的策略实在太夸张 这有点像在2011年的时候 一些内地的体育用品品牌 例如深圳 可能某些街里面 是专门买一些体育用品 你叫一条街里面 可能3间204间安达 接着有2间360 或者还有几家不同的国内品牌 整条街是遍布着这些 这样的体育用品股 而体育用品 在之后的那段时间 就出现一个要去库存 或者是一个几淡的 几淡之后 在近一两年才开始翻生 OPPO Vivo 这类的售图品牌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都面对着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扩张得太快 可能库存积息太多 所以需要时间 可能把库存去掉了 另一个Mac好少的原因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 就是手机的价格 在近几年 其实上升幅度是很快的 如果你以一个iPhone为例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0910年的时候 iPhone4出的时候 是不需要5000元一部的 现在最新出的iPhoneX 是接近1万元 即iPhone的旗舰机 在这几年里面 其实上升了差不多一倍 对于iPhone的顾客 或者是对于中高端手机的顾客 你也有说 他们的价格 对于价格 不是太过敏感 对于大部分人 iPhone出到万元部 你也会买的 问题就是 连卖旗舰机一起升的 可能是一些中下价的手机 以前流行的千元手机 1000元部 或者是800元一部的手机 但是近一两年 已经没什么看到 这一类型的手机出现 很多品牌 最好买的手机 其实就是 由之前的千元手机 1000元部 去到1500元至2000元一部 好了 其实你看到 内地 除了一些中产以上的人 可能这几年 财富暴增很快之外 或者收入暴增很快之后 其实就是一些中下价 或者基层的人 其实可支配的收入 在近几年 没有一个很大幅的改善 所以 其实他们对于 一些中下价手机的 价格的敏感度 其实相当之高 所以 这个手机如果 如果上升的幅度 是远远高过收入的增长 或者远远高过通胀的话 其实他们开始 就感觉到 负担就有困难 所以也解释了 为什么整体的手机 开始 整体的销量 开始下滑 但是 对于中高端的手机 其实影响 是较为轻微的 如果将这个推论到 一些手机设备股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看客员 如果客员 是供给一些 例如 着重在高端的品牌 例如供给苹果 其实它的销量 是没有什么受影响 出货量也没有什么受影响 供给Samsung 供给华为 这些 其实那个影响 是较为轻微的 如果供给的牌子 可能供给Lenovo Oper、Vivo 可能这类 就会小心一点 所以我仍然 是较为看好 未来一年 中高端 手机的出货量 只要中高端 手机的出货量 较为稳定的话 其实内部的一些 部件 也会开始升级 例如之前说到 双镜头之后 下一个步骤 就是到3D sensing 可以普遍 所以就选择一些高端 然后具有核心技术的公司 未来一年 我们较为仍然看好这方面的升幅 例如信与光学 例如瑞星科技 这一类 但是如果主要的客户 是中下架的 中下架手机生产商 那些就稍微要小心一点 这就是科学股的情况 另外 需要看一看 就是刚才提到医药股的情况 这医药股 除了刚才所说的 其中一个是 跟港交所最近出的新规 是有关系的 大家知道 就是之前讨论完之后 一个最终的订稿 有几条 可能大家就只关注 一个同股不同权的修订 但我较为关注的是 其中一条 就是他们容许一些 未有收入 未有盈利的Biotech公司 来到香港上市 所谓未有收入 未有盈利的Biotech公司 其实很多是处于研发阶段的公司 一路港股是较为缺乏这类的公司 来上市 因为很多药品 处于研发阶段的时候 其实它一定不会收入 既然没有收入 就没有盈利 在那个阶段 就是一个烧钱的阶段 很多药厂 都会投资在这方面的公司 其他地方会有这些公司上市 例如韩国 例如美国 其实都很多这类 仍然处于研发阶段 或者临床阶段 的医药公司上市 一旦成功之后 其实它的价格 是可以去得很高 或者是相当值钱的 但这件事 在香港 我们只会当它是一个 只有支出 不会收入 即是没有收入的一个项目 所以虽然香港 很多的医药公司 其实它有很多 处于研发阶段的项目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当这些 具有研发阶段 是对那间公司 有一个价值的贡献的 但不是了 如果未来 容许这些 处于研发阶段的 医药公司上市的话 首先就是 香港现在上市公司的药厂 其实可以将其旗下的项目 就是在香港上市 即使没有收入 没有盈利 也好 仍然都可以上市 上市的话 这些东西本身 就会有一个估值 产生 从而可以推升 这些医药股的价值 第二 大家知道 就是处于研发阶段的药品 其实是一个很消产的行业 如果单纯要靠上市公司 去集资 去支持它的研发 一来就是对于上市公司的估值 也有影响 因为上市公司要不停地 集资 才可以支持 这些药品的研发 不是了 如果将它独立上市的时候 本身它可以集资 从市场里面集资 也可以进一步 就是帮助它们可以研发 这个就可能会加快了 它的研发阶段 所以整个医药的生态 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就是从股息上的提升 或者实际的效果上 都可能会有点提升 就是多了的资金来源 可能可以资助这些医药股 药品的研发速度 由于今集的时间 差不多了 亦都开始过时了 今年的拆股黄 亦都到此为止了 因为小看个人的原因 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放两至三个月假 可能下次再见大家 就是可能一百年三月之后的市 这段时间很高兴 可以透过《拆股黄》 和大家可以商讨 或者在投资方面 一起讨论 亦都很感谢MIHK 很多KC、 Andrew 这个岳鱼 给了我机会 在这里做了四个月的节目 我亦都很期待 两三个月之后 我放假了 可以再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再见